找到他們把心理壓力克服的一個方法 一開始巴比利等 三分外線 呂正如的三分球來了 這就是他的武器 我們需要他 我們需要呂正如 但是最重要就不是100%的贏球 那今天對尼巴嫩 雖然大家一面的看好中華隊 可是我們的防守不做好的話 讓對方標高分 那我們其實蠻危險 兩個傳球在前場就有機會了 呂正如南模在外中華隊送上祝福 其實這幾年來的中華 得分會降到70分以下 甚至60分以下 我們的勝率就會非常非常高 阿羅吉得分 林志傑來個大轉身 球界N1 哇 他一轉身的全場的球迷都非常的興奮 因為林志傑在廣下這幾年 已經在中國培養出相當多死忠的球迷 是 林志傑其實他攻擊的手段非常多 不只他的三分 包括大家熟悉的 切入到進去一個360度的轉身 像這樣的一個動作 其實他在SBL球場上跟CBL球場上 已經讓大家的前五人 我覺得志傑有這個能力 把中華隊帶到Stanley的季節 Crissey Davis 來了一個朝天鍋 其實Davis是非常可愛 藍鞋這方面真的非常的有智慧 Davis的合約到明年六月了 再來一個 越打越 九號選手不斷地在外面做投射 暫停回來之後又被LeBahnen打了一波6比0 曾文鼎跟小胖 兩個人配合洪志向胡鼎的三分 現在中華隊攻擊不斷 LeBahnen這兩分打非常輕鬆 Abraham Abraham個人也單節獨得了5分 吳太豪抓到了籃板球 再送出來給小胖 四處肚角沒有人看守 洪志向中華隊的第四季三分球 或許手區域的防守 是一個掏腿的動作 可是如果對方外線持續這樣的高漲 我覺得這是蠻危險的一個方式 不過剛剛祭出一個221防守跟一個區域防守 也是為了來修正我們目前的一個窘況 曾文鼎 高調球給Crissey Davis Thank you very much 這是臺灣城的助攻 這幾年大家所熟悉的中華隊 就是常常會給Davis一個後門 甚至一個RU的動作 那Davis個人的運動能力 做這樣的動作 其實偷賽的一個wide open的機會 他還是很很大膽的出手 洪志向高調進去給Crissey Davis 在三人面前來一個hook shot 對 他的確是這樣 吳太豪再會與呂正如 Catch and shoot Not too good Low Rebound 林志傑 林志傑前路進去換成左手 是不是 魁哥 還是自己 阿媽Abraham已經拿下了14分 今天中華隊的射手其實也相當棒 我們需要陳士傑做這樣的動作 做一個破壞 這樣有傳到非常傷的 林志傑橫向的跑動繞出來接球 對方給他貼身的防守 林志傑從底線交給大房東曾文鼎 路側邊 再給控擋出來又是射手 呂正如上半場第四季三分球 這一波的攻擊的時間拿捏得非常好 我說真的中華隊這幾個球員都是殺傷老將 他們知道在什麼時間出手 而且從右邊轉換到左邊的呂正如 很有耐心的一球 而且是一個wide open 對 是一個buzzle beat 完全的壓哨 球進之後時間也走完了 我們都看得出來 如果右側的紅字扇急於出手 可能就沒有 甚至會被對方快攻 在壺頂的正如頂如果急於出手也沒有了 但是他們知道把機會做給空檔最起碼 林志傑在2man game之後呢 換成左手上籃 讓對方防守落單使他真的有發揮的空間 當然 林志傑 Split the defense 好球 球場現場的球迷都為他瘋狂 他目前已經拿下了15分了 高調進去給Davis 協防過來 Davis一個轉身 這回競算要了吧 對 Davis一對一 目前在亞洲 除非要很高很高的拳 哈達迪不見得都可以守得住他 其實我們看得出來這幾波的進攻 志傑仍然是我們的進攻主軸 也是由他的火力不像第一節那麼的密集 小胖牽入翻球 Quincy Davis 洪志山這邊有點亂喔 球已經快要掉了 最後Quincy Davis再拿回來 在亂軍之中把球塞給Davis 那Davis他用他個人憂鬱的手感把球放了進去 前面兩個人在頂他 對啊 而且這個角度已經幾乎人跟籃板快平行了 我們看他用他憂鬱的手感 手感非常非常的好 哇 真的是中華隊的FIREMAN 救火隊員 對 而且中華隊干擾到 游生撿到球 交給林志傑 落後兩分的中華隊林志傑 潛入到進去 哨音響起 要站上罰球線 謝謝 中華隊必須要再多利用這種 攻守轉換的情況下去 對籃框的一個攻擊 讓對方 我們的志傑已經開啟他的進攻模式了 我們看得出來他不管外圍投射 或者是傳球 或者是切入 他什麼招高 我們不擔心中華隊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從其實13年的亞錦賽了 就已經很久一個 現在第四節有一個全新的開始 對 我們只要做好防守 掌握的每個細節 都還是有贏球的機會 林志傑大轉身又進去了 Francy Davis第二次補進 還好對方並沒有掌握住 陳士傑再回給林志傑 陳士傑底線的wide open 出手兩分有 他在這場比賽中 去的忘掉吧 哪有可能罰球這麼差 哪有可能罰球這麼差 但是加法還是不進 不過中華隊抓到進攻籃板的是 Quincy Davis 用1分 1分滿球 接到進去的是陳士傑 Inside 給野獸 野獸再做一個潛入 有 差2分 這就是我們熟悉的林志傑 越到後面 控球 中華隊目前落後3分 球給野獸 林志傑左側接入過了一個人之後 交給了Quincy Davis 球進 他一個競算加法的動作 所以這一球功勞 還是要記在我們的志傑身上 中華隊在這場比賽第5次的N1了 對 Davis你要讓他一直一對一的單打 其實那個難度很高 可是你的前鋒只要積極地破壞 他的接到球在得分的成功率非常高 而且比較輕鬆一點 中華隊 終於罰進 經過了5次的N1之後 對 中華隊終於拿到第三分 小帳家 23分 非常可怕 但林志傑也來得相當的快 在籃籃下 換成左手的攻射 還沒有領先過 林志傑 這個大轉身切到進去 哨音響有人打他的右手 黎巴嫩要一個走步 但裁判沒給 為什麼志傑會被FIFA 評為亞洲的最佳舞人 你看他的腳步 他可以做這麼靈活的左右轉身 而且不被裁判吹走步 你直接看 Kobe或是LeBron打球一樣 你覺得好像走步 但裁判就是不會吹 對 可是說真的 有打球你自己做做看 對 有時候轉一轉自己會跌倒 不要說出手了 跌倒都有可能 這叫做腳打麻花 對 不要跌倒就不錯了 所以志傑在這幾年 他的技術 跟他的一個傳球的視野 都不斷地在進步 所以他讓整個 不要說台灣 整個中國地區 大家都看到他 第三度追平比分 林志傑兩罰都進 中華隊的罰球回穩了 像這一波呢 三分球就會出現 Davis 在進區裡面單打 自己再抓進攻 籃板 把對方一個人先頂開 最後的兩分半鐘 林志傑 站穩腳步之後選擇 騎入 然後來個歐洲腹 Europe Step 志傑瘋了 真的瘋了 單捷拿下了八分 林志傑 他在上半場只得到四分 但是下半場的林志傑 得到了十四分 好 好 我想志傑的腳步真的很棒 中華隊的球權場上 有林志傑 田磊 昆西 Davis 蔡文成 還有洪志善 還有海打 背號六號的海打 他也得到了十八分 他四分 對 不過我們帳面上目前得了八十二分 得分是沒有問題的 那防守被對方得到八十八分 那這是今天其實很重要的一款 不過現在還有機會 不過現在還有機會 尼巴嫩在四節的得分當中 只有這個第二節的得分是不到 要打一個合理的攻擊 林志傑 還有籃籃球 再來 機會來了 這個方面 比中華隊爭取到多很多的分數 而在他罰球之前的 今天中華隊的罰球命中率 目前還不到五成 二分的這樣一個高分 怎麼樣在下一場 可以把它給解決 這才是重要的一個問題 現在 黃昭 下球呢 請教育的第一比三日 來中三場 會議